为什么男生相亲啊,女生一听到他的基本情况啊,他就没有下文了呢? 今天有个男夫子找我咨询情感问题,他这么说的啊,他说 你好啊,老师啊,为什么在相亲的过程中,女孩问我做什么工作的时候,我回答,我是无业游名的时候,女人都没有下文了,就不搭理我了 他说,可是我的真实情况就是无业呀,我大概六年已经不工作了,我今年已经41岁了,估计60岁退休之前也就这样了,也就不工作了 为什么这些女生不愿意跟我谈恋爱呢?不愿意跟我结婚呢? 然后我就问这个男生,我说,如果你无业游名,嫁给你怎么生活呢? 然后这个男生就说,可以吃老本呀 我就问他,你有多少老本可以吃呢? 他说,我有两套住宅,大概价值110万 我有存款60万,也没有负债 有两台车,养老保险,也交过了有15年了,也有正常的缴纳 他说,我有,我占两套房子,我可以住一套,出租一套 他说,我存款的利息每年有3万多 出租一套的话,出租房子每年就是说可以有1.5万的收入 也就是说,存款的,他这60多万的存款可以每年有3万多的利息 再加上出租房子的这个房租收入,每年大概有4.5万 就是不工作的话,每年有5万多的收入 他说,如果省着点花就够了 他跟我说,他说房子是父母给我买的 钱是6年前最后一份工作,那个是年薪30万 他说,存下来了这个60万的本金,他就想躺平了 这是一个男粉丝给我的真实的投稿,真实的留言 我就想问问广大网友啊 如果你是有这样的一个男生,就要啃这60多万的存款的利息 还要啃他另外一套房子的房租 当然这些都是税后,都是躺平以后的收入啊 因为他的本金又不会丢失,他60多万的本金不会丢失 然后他的那个房子也不会啊 无缘无故的丢掉,对不对 这些都是很稳定的,每年都有5万多的这种啊 税后收入,我们就叫啊 这这这这,如果确实啊 如果这个男生一辈子不娶老婆啊 他已经财务自由了 真实话他真的已经做到财务自由了 因为他的利息收入,再加上他的房租收入 每年有5万多块钱 他说省着点就够他花 他的意思是,如果他这一辈子不娶老婆啊 他每年5万左右的这种躺平之后的这种税后收入啊 这已经是财务自由了 他可以吃老本,可以不工作了 但是如果他想娶老婆,这个钱是真的不够花 为什么呢 他娶老婆总不能一毛钱不花吧 他是不是要的出彩礼 是不是要的办婚礼 对不对 这是不是得花20万 花了20万,他的60来万 再减去20万,他就剩40来万了 你说你一个无业游民啊 然后一年就可能 呃,假如你结婚再花掉20万 还有这样的话 你的利息可能一年就少个1万多块钱 你每年4万的税 4万的收入能不能够养得起老婆呢 讲实话啊 如果你说啊 你的税后收入 比如说你一年能有个10万左右的税后收入 对不对 这样的话 可以,你可以 你也可以不工作 对不对 如果你娶了老婆啊 老婆就是说 一家三口 嗯,生个娃 一家三口 一年10万块钱 也是可以生活的啊 毕竟你没有房贷 没有车贷啊 呃,一个月 这这这肯定是可以生活的 但是如果你一年只有5万的税后收入 人家是不太可能 那个跟你在一起的 反正如果我是女人 我不选择和你这样的男人在一起 我哪怕找一个 我哪怕找一个 只有一套房子的 对不对 或者暂时没有房子的 但是这个男的一年能赚个15万 呃,收入的这么一个 没房没车 年薪15万的男人 我也不找你这样的男人 毕竟人家这个年薪15万 他健康的情况下 每年都有啊 人家这一辈子创造的财富 肯定比你这些财富要多吧 你这些财富能让你躺平多少 当然我也认可 所以啊 就是那些 这个男粉丝啊 真的是太搞笑了 如果说 讲实话 如果你别说 呃 别说你 就是如果你躺平之后 一年有个10万的税后收入 你也能找得到老婆 但是如果你只有4,5万的税后收入 你想去找老婆够呛 因为女人 虽然你有房 有两套房子 你也有车 你也有退休金 可以领老了 但是你这个税后收入 有点太低了 当然如果你愿意去找工 找一份工作 比如说一个月就挣个四五千块钱 哪怕就挣四五千块钱呢 对不对 再加上你这税后收入 一年也有个小十万 你找老婆也应该不是很难 但是你现在这种情况啊 女生看到你这么好吃懒做的人 这未来的日子啊 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啥 可就是向往的 即便说句不好听的话 即便你一年能够躺平收入 你的税后躺平的收入 能够达到10万 女人也觉得跟了你在一起 这日子未来就没有任何的可上升的空间 除非你的年收入 躺平的税后收入能达到20万 对不对 你哪怕不工作 每年花10万 就是你这20万的收入 你花掉10万 或者怕花掉完 每年还能存个十几万 这未来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 反正女生是 不想过那种一眼望到头的工作的 望到头的生活的 不知道你们觉得我说的 有没有道理啊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吧 好啦 有什么情感问题 抖音搜林漫聊人生 主要有我联系方式 找我私信投稿或付费咨询 拜拜